中國才真的可能要發生 驚天動地的大事了 這幾天呢 這個 怪了 中國 居然呢 這個中國人民 現在反習聲浪越來越大 而且呢 越來越名的嗆聲 甚至呢 連這個什麼 習下禮上這個傳聞都出來了 不管是真是假 在中國這種地方 要傳輸這種傳聞 那就表示很詭異啊 韭菜不忍了 韭菜也忍不住了 等一下來跟各位說 韭菜發生什麼事 但這兩天這個傳言 我一直認為這個傳言 應該是假的 首先先來跟各位介紹 全世界最大的幫派 你猜是哪一個黨 我猜中國共產黨 沒錯 中國共產黨 到今年七月 七月底的數字 我們攔截到最新的 七月底的一個數字 九千六百七十萬人 然後他們的相關組織 從上到下 從中央級 正國級 正部級 省級 縣級 到各鄉里級 四百五十三萬個各級組織 那很多人會說奇怪了 怎麼會這麼多人呢 先跟各位說 中國那個地方很神奇 你必須要先入黨 才能夠認官職 所以他們官職在開除的時候 有個特殊名詞叫雙開 雙開的時候會先開除黨籍 那為什麼呢 你不是共產黨 當什麼官 所以開除職務 雙開 開除黨籍 開除職務 這些你弄懂的 來聽下面就知道了 最近傳出來 到了二十大的時候 會李上 習不下 什麼叫李上 習不下呢 李克強往上升 但是習近平他不下去 他會做第三任 然後據傳 克強會當總書記 那各位我們去了解 剛才那個架構的時候 我們再來看看習近平 現在的身份 習近平現在的身份 大概是全世界 權力最大的身份 他比普丁的權力還要更大 為什麼呢 因為他目前是中國總書記 然後中國國家主席 外加中國軍委主席 那軍委主席下面有兩個副主席 下面的兩個副主席 再往下走 才是國防部長跟四軍部長 他們有四軍 所以先跟各位談 以整個李克強來說 過去的李克強胡錦濤 這個叫團派 什麼叫團派呢 你從共產黨地方 然後各地選上來 胡錦濤跟李克強 都是神福奇的狀元 據傳都一目十行 過目不忘 這麼厲害 但各位 你們這些人就打工的 什麼叫打工的呢 因為過去先來談 為什麼是習近平 因為整個鄧小平 留下來的話是什麼呢 因為鄧小平一輩子被被犯三次 所以他就說了 我們的祖先不會爬我們的墳 所以一定要紅派子弟 就是說太子黨才能當老大 那既然是太子黨才能夠當老大的話 先跟各位說 團派就打工的嘛 那怎麼可能把總書記當出去呢 總書記是共產黨當中最大的人嘛 但現在的共產黨呢 心中其實是有疙瘩的 這個疙瘩是什麼呢 找習近平 習近平籠包嘛 所以最近先跟各位談 最近是鄧小平的名單 大家很想念鄧小平 所以我們就發現了 哇這個好大的場面 你知道嗎 先跟各位說 下面滿滿都是人喔 然後這個是鄧小平 就在追思他就對了 那為什麼呢 因為改革開放大家有飯吃嘛 那這幾年呢 這幾年那個飯碗越難越難拿 被習近平搞死了 很多很多複合的因素 但我們不得不說 習近平真的是不太會治理國家 但現在韭菜不忍了 為什麼呢 最近呢就在整個北京 出現了一種所謂的特殊行為意識 你知道什麼嗎 他們不是在做核酸檢測嗎 核酸檢測有不一樣的核酸檢測庭 結果那個核酸檢測庭 在不同的地方 先跟說很費工的 特別貼喔 第一個貼一個山 然後第二個貼一個黏 然後第三個貼一個的 然後第三個是我 然後再來呢 以麻木的 然後先跟台喔 他就照地圖牌 然後另外一個呢 上面呢 直接不寫這麼複雜 為什麼呢 因為他就不行為意識了 他就寫不自由無寧史 那為什麼呢 因為第一個 大家因為核酸檢測 搞得大家頭文眼花 北京的暗地裡面在抗議 日子真的難過嘛 那日子是不是真的難過呢 先跟各位說真難過 那為什麼真難過呢 因為今年喔 我們常常跟各位說過 那個叫三雷烘頂 我們台灣人叫五雷烘頂 但是他們現在叫三雷烘頂 哪三雷呢 第一個防疫限制 這個大家知道嗎 對 房屋的失去 過去呢 中央不管地方財政 地方財政呢 拼命賣土地 拼命賣土地 只要我們整個房地產公司 大家互相來互相去 可是現在呢各位 找不到最後一隻老鼠啊 民眾變窮啊 房子也賣不掉 但曉得到現在的高溫缺電 這一波的高溫缺電成為了推倒中國經濟的最後一個 所謂的最後一個壓力 最後一根稻草 那問題是 這些問題呢 哪一個解決了 沒半個啊 沒半個 先跟各位說沒半個喔 那沒半個情況之下發生什麼事呢 因為中國經濟真的大崩盤 前幾年大家都知道嘛 中國很多那種新創科技賺超多錢 可是現在呢擠不出來啊 今年以中國來說的話 大概就剩一個做電池 汽車電動車電池的寧德時代 稍微還能打 其他都不行 我們現在看小米喔 小米的獲利一口氣暴跌八成 最近裁員 但裁員他裁員的還好 裁員九百多人 這個算還可以接受 但騰訊 騰訊先跟各位說騰訊就冤了 為什麼呢 因為騰訊是被共同富裕打倒的 然後政府就在你身上亂捅刀 一下子不准你做廣告 一下子不准你用手遊 一下子學生不准打電動等等的 所以他們也衰退 他衰退完之後呢 也不需要那麼多人 又裁員了五千多人 那現在對於中國來說 現在上班變成一種苛求 好想上班喔 可是沒有地方去 那好 過去中國叫世界工廠對不對 現在不是了 現在這個叫前有男後有虎 為什麼呢 想不到這次的iPhone14呢 印度一路追一路追 現在幾乎追到跟中國差不多 然後呢 目前中國大陸的整個產能呢 很多人都想說 這邊最好對不對 沒有 對美商來說 我要安排第二生產地 所以印度現在呢 大幅縮減跟中國的一個差距 簡單說白話文 中國能做的印度也能做 那我幹嘛一定要在你中國做 而且中國現在比較麻煩是 中國這波如果電沒有辦法解決 很複雜 複雜到連歐美今年的耶誕節能不能過都不知道 因為現在是出貨忘記 有耶誕的出貨忘記 感恩節的出貨忘記 沒電啊 怎麼生產 然後呢 不管 先跟各位說 民眾沒飯吃你家的事 沒電你家的事 經濟不好你家的事 這個也算另一類的世界奇蹟了 這個在大連造船廠 先跟各位談喔 我為什麼說差一台就一手了你知道嗎 一手是日本人所做出來的 尤其你知道一手啤酒是幾瓶嗎 六瓶 那為什麼是一手呢 因為一打太重 正常的拿不動 所以一手剛好六瓶 所以這個拿起來叫一手 可是各位 大連造船廠神了 裡面一臺動物二 兩臺動物二 三臺動物二 四臺動物二 五臺動物二 國家窮得要死了 他的海軍還是像角石一樣 一臺一臺的下 所以我們說差一臺就一手了嘛 一次五招動物二滴喔 那為什麼是動物二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吉他的動物五做不出來 動物五他們的引擎跟誰拿的 跟烏克蘭拿的 烏克蘭已經說了 我們目前現在的狀況 沒有辦法供給各國 但動物二可以有辦法國造 那這次他們的動物二又改型喔 後面可以停攻擊一直升機 但是戰艦一直下 像下角石一樣喔 日本已經下戰鐵了 日本現在一口氣把他們的國防預算 拉到臺幣一兆兩千億 你威脅到我啦 不是威脅到 真的K下去了 因為我們的經濟海域 第一個就在八月被你打到了 然後去年你知道我們日本一圈嘛 今年又繞了一圈嘛 日本人忍不下去了 那日本人的做法是什麼呢 一千公里的飛彈 我要做一千枚三年內 日本國造 那日本國造的意思就是 我不看吉他國的顏色 但最近呢不得不說 現在真的是選邊站的時代 我們先來看今天發生最新的事情 之前我們有跟各位說過嘛 美國跟韓國最近在做演習 那美國跟韓國在做首爾被攻擊的演習 正常來說應該是誰生氣氣 北韓嘛 對啊 你知道誰幫北韓出氣嗎 中國啊 俄羅斯 俄羅斯喔 先來跟各位談喔 這是今天在整個昨天晚上最新的一個消息 美國跟韓國在韓國演習對不對 俄羅斯的空軍進入了韓國的ADIT 然後韓國的空軍瞬間馬上起飛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韓國空軍這次沒參加演習 這次的演習是陸上的 是首爾保衛戰 但他們叫首都保衛戰喔 但目前呢這地方呢 全世界最保守的一個人叫李顯龍 李顯龍在最近發表了 對整個所謂的新加坡人的談話當中 講一個重點 他說我們新加坡未來一定要選邊站 為什麼要選邊站 他談了臺灣 他談了俄乌戰爭 談了美中的一個對抗 但重點是哗啦哗啦講這麼多 這都不重要 你知道李顯龍的結論是什麼嗎 李顯龍的結論是 我們新加坡會在秉持著 國際法的前提下 各位注意三個字喔 國際法的前提下來做選邊 那我問各位國際法當中 臺灣海峽到底是中國內海 還是大家都可以通過 大家仔細來想一想 大家就知道 李顯龍嘴巴所說出來的話 到底代表什麼意思